五安各位,今天是十一月十七日星期四的中午 恆生指数今早曾经反弹过 到目前为止都叫做低开高走 目前只是徘徊在上日收市的水平 22,250 点坐紧的位置 内地方面上证指数跌10点 3195、3195 目前腾讯就继续受累于业绩方面 虽然曾经倒升,但好景不尝 始终业绩方面都是疲弱 暂时都是录得跌幅 拖累到恒指有少少的下跌情况 其余,内银、内险那些继续是券箱 三个板块都继续是深港通的憧憬 一日未落实日子都可以持有 继续炒卸先,抗跌能力是非常之高的 今天特别出了一个板块 事实上其实是昨天下午已经出了 就是航运股,波罗的海指数 创了一千点近来的新高 同时间资金不断流入于航运股 因此譬如中海乘运、中国远洋 很多个大城交了超过四至五个交易日 就有个今天都近半成的升幅 市场继续炒股不炒市 留意这方面的一些板块 整体来说,市房依然是平洋 反弹分力的时候 后市我仍是看得一样的 记住大家一定要留意焦点的板块 而不是去炒作大使的指数